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白星 今天要跟各位做金幣分析的是我們聖魔之塔 墮天系列的大獎之一 撒旦 即將在6月10號 禮拜一下午4點 那會先跟各位做一個潛能解放以及昇華的動作 那到時候會實測給大家看 那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張卡牌 那個至高追究撒旦 暗屬性的模組 但在那之前 我們先給各位看一下它有個特殊的技能 叫做墮天的印記 墮天印記 這個說明是蠻複雜的 我簡單說 就是你雙墮天當隊長戰友 七星的喔 雙墮天當隊長以及戰友時 你對敵人發動攻擊 要消除符石喔 你對敵人發動攻擊時 而且不能守孝星 你就可以在敵人身上上一個墮天印記 那這個墮天印記會持續三回合 如果你殺掉這個墮天印記的敵人時 七星的墮天系列角色 主動技能吸力減少1 那它只有說上印記的條件是發動攻擊 那死掉的話 我應該 我的認知是全隊都會減7D 全隊的七星多天都會減7D 所以這個算是附加的bonus 大家可以好好去運用它 那 再來是它對長技能的部分 血跡斷文件 第一個部分 暗屬性攻擊力有倍 生命力及回復力1.3倍 那生命力跟回復力是主要是三位的部分 它稍微六位提升 不然它的血跟回復會是個問題 會是個問題 以信件來講 其實1.3倍是不太夠用 當然1.5倍可能就太強 這是官方在設計上來講 應該是有它的這個考量 到時候還是要實測給大家看 我覺得會比較準 因為雙隊長的話是1.69倍而已 並沒有高到很高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隊伍當中配個薩斯姆 撐一下血量應該會好好一點 66 36倍 看起來不多 還沒講完 第二個部分 消除大約等於三種符石石 自身發動攻擊石 個人追打自身攻擊5倍的暗屬性 攻擊力一次 所以我們的殺彈這時候 它會打出180倍 6乘6乘5 自己喔 自己會打出180倍的傷害 那戰友營營也是殺彈的話 一定也是180倍 所以這一隊是靠投回雙隊長 那180倍的倍率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多 可是我們180倍的這個倍率 再加上本身66 36 目前是216倍左右 216倍我相信各位 一定覺得還是不夠 上次有講到 紅綠章卡牌那時候提到 200倍的倍率基本上 其實是有點不太夠用 所以既然殺彈有216倍 而且它只有自身 不是全隊 勢必一定是不夠 那 它有沒有做一些其他補足 那這個後面的部分 來跟各位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 雙隊長的隊伍技能 多天印記剛剛已經有提過 就不解釋了 那第二個部分 隊長技能叫做裂星的效果 那之前就有了 那你沒有星座的話 你會增加其他的這個 竹子掉落率 以及COMBO數 機率會提升 所以這是它的這個特色之一 再來 暗間星扶持效果 因為你沒有星 一定沒辦法回血嘛 所以暗間星的部分的話 這也是當初多天的一個特色 那主要這邊還多了一個 轉化為 模組伏矢 那是什麼伏矢 就是在我們消除暗伏矢時 下回合會將暗伏矢轉化為 模組伏矢 所以 我們剛剛216倍的這個傷害 在這裡 約約2倍 模組伏矢增傷的幅度約2倍 所以其實雙隊長的倍率 可以達到432倍 頭尾雙隊長 這部分如果算錯 也可以告訴我 我是不是有算錯的部分 大家也歡迎 批評指教 那我目前算起來就是 頭尾的雙隊長 都會有432的倍率 所以這個 這個隊伍 基本上隊員 我是不會拿來看的 我一定是拿來看 看隊長 所以你主要是要 以隊長為主要輸出 而不是隊員 雙隊長 雙隊長都432倍 這個倍率是夠的 是蠻高的一個倍率 是隊長 記得這樣 是隊長在這個倍率 隊員的話 沒有這個倍率 隊員就6636倍 他沒有追打 那你多36倍 再乘上2倍 隊員頂多也只有72倍 所以 是靠隊長來做一個輸出 那 這邊的話 官方影片 我剛剛看了一下 夏威爾雖然說 可以把暗符石 轉化為魔組符石 沒有問題 可是 他連火符石 都轉化成魔組符石 這個部分 我不曉得為什麼 而且 只有兩顆 好 那這個到時候 我會再問問 詢問一下官方 這個 這是什麼問題 還是有誰可以告訴我 我是不是哪裡 有 誤會什麼人 對因為 他除了暗符石 轉換魔組符石以外 還有火符石也轉了兩顆 那這個原因的話 看有沒有人可以告訴 好 告訴百姓一下這樣 因為這部分我比較疑問 那最後的部分的話 是他主動技能 追魂之幽魔爆 CD8 那引爆場上所有風化符石 及凍結符石 結板 現在很重要 原本 而且原本是CD10 他改成CD8 第一個 可以結板 在後面 將所有符石 轉化為魔組符石 一樣 增傷幅度約為兩倍 約兩倍 再來一回合內 暗屬性攻擊力兩倍 自身攻擊力額外 再提升三倍 我說我這次靠隊長的一個隊伍 所以他這個 這個 這個更動來講 可以彌補他原本的缺點 因為他本身是沒辦法結板嘛 那你一來結板 二來增傷 所以會讓殺彈玩起來 會好玩非常多 那傷害的話 呃 是沒有做提升 那傷害這邊是沒有做提升 跟之前是一樣 二三 六倍 你一定要看自己 我隊員我都懶得看了 真的 隊員我都懶得看了 哦 二三六倍 會有個 會有個六倍的這個 呃 界王拳 六倍界王拳 那他自身打了之後 又有一個這個 追打 哦 所以這個疊上去會非常 傷害會很會 會蠻大的 我剛剛算出來嘛 呃 六六三十六 再乘上這個 我看一下齁 哦 五倍 六三十六再乘上 五 一百八十倍 那你再乘上這個 暗屬性攻擊力兩倍 再乘上這個三倍 所以他這一回合 可以打到一千零八十倍 再來 我還沒算完 我還沒算完 為什麼 因為所有符石轉換 模組符石 所以 台面上的 模組 按摩組 按摩組符石 再成這樣一個兩倍倍率 所以他這一回合 哦 包含隊長的這個 技能 在內 包含隊長技能在內 他可以打到兩千一百六十倍 哦 所以是非常強悍的一個傷害 那這個到時候還是要實測啦 因為畢竟現在很多很強的隊長 因為他的裂心是比較 不固定的 這是有點隨機性的東西 那我算 算的是台面上你看得到的符石的倍率 哦 兩千一百六十倍 哦 這邊的話你要單單看這邊的話 是三乘二 乘 二 三二六 三二六 六 二十二倍 好 模組符石哦 台面上的符石 所以他 這一個真傷 在他身上 會有十二倍界王拳 好 我剛剛算是 全隊的 呃 全隊 呃 包含隊長技能 然後 他自己的身上幅度兩千多倍 兩千一百六十倍 那這邊只有三二六 六 十二倍喔 十二倍界王拳 但是還是蠻強的 十二倍界王拳 CT8 外行解 解這個狀態的符石 風化跟凍結 我個人覺得主動技 光解 解盾這個東西很好用 解盾在轉模組符石 非常方便 好 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入手一張 好 那這個你拿來 基本上你不拿來增 沒有拿來增 沒有拿來增傷 拿來解 解風化機 凍結是比較 比較激發的啦 拿來解凍結都很好用 拿複製人的部分 我沒有 絕對是不建議 為什麼 因為他本 他就是吃隊長的一個技能 所以你把它放在隊員的複製 是 效益是非常差的 齁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這個 至高追究殺彈的這個 精闢分析 供給大家參考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 右下角按訂閱 右下角喜歡訂閱 旁邊鈴鐺按下去 隨時可以收到百姓 第一手的精闢分析消息 好 我是平白姓 我們下次見 掰掰